乍看以为是啤酒罐 打开包装 里头装的不是饮料 而是五花肉 罐装五花肉成功引起话题 透过社区媒体分享 上市十天销售一空 加上露营爱好者和单身家庭有需求 产量随即增加两倍 最近更进军 南韩本土电商平台和超商贩售 突破现有框架的食品成为趋势 像是这一款拿掉海苔的三角饭团 透明包装配料看得一清二楚 其他像是做成棒状 可随身携带的浓缩水果酒 还有用不锈钢容器包装的 八人份超大冷面 都因为趣味好玩成为热卖商品 同样在社群掀起热潮的 还有这一款韩式杜拜巧克力 内线式巧克力搭配碎饼干及开心果 吃起来又甜又脆 我也找到了贴购店 昨天出现了一天 20万个人都收集了 很热烈 想买杜拜巧克力的人太多 甚至把可以查扣存的超商APP 查到当机 就连二手交易平台上 也有人愿意加价购买 其他商商看到这一波杜拜巧克力热潮也赶紧跟上 在上市前开放预购 以下就完收 南韩民众喜爱尝现 又爱跟风打卡 任何新商市的话题商品 都随即热卖 随着重视环境和生命伦理的价值消费扩散 喜欢纯素产品的人在南韩越来越多 除了不含动物性食材的冰淇淋 还有厂商推出用鹰嘴豆代替鸡蛋的蛋糕 南韩素食人口在2008年只有15万人 如今已经远远超过200万人 素食主义热潮渗透到日常生活 纯素产品更多元 TVN新闻综合报道